时间眨眼已经到了今年的3月份了 不少朋友给我留言还有私信询问关于这个春季发布会 说实话最近没有看到特别明确关于发布会本身的一些消息 但是这个产品还是有不少的相关的新闻的 那我也是总结了几条有可能会在春季发布会上我们看到的一些新的产品 跟去年同时间相比是相对比较清淡的 但是也算是有一些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产品吧 那第一个就是我相信不少人包括我自己会比较关注的一个产品 就是15英寸的MacBook Air 那现在关于这个产品呢 首先是Ross杨他的消息称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苹果的供应链已经开始在为15英寸的MacBook Air生产显示屏了 目前的这个MacBook Air是13.6英寸也是去年发布的 在很多年前其实他还有一款11英寸屏幕的很小的那个MacBook Air 其实我自己之前也有一款以前马自的时候都是在用那一款 那新款的这个MacBook Air预计仍将使用的是LCD的面板 因为现在的消息啊就是首款使用OLED屏幕的机型 预计要到明年2024年才会推出 那除了屏幕其实关于这款产品现在比较不确定的就是他的这个芯片到底是会用哪个 是现在的M2还是说是下一代3纳米工艺的M3呢 因为根据之前的消息也包括我自己以前做的一期视频当中提到的是 苹果很有可能会在15英寸的MacBook Air上使用3纳米的M3芯片 但现在问题是啊就是台积电是在去年12月份才开始大规模生产3纳米芯片的 所以现在也不知道他的这个生产啊产能调试的怎么样了 能否在4月前就是苹果预计发布这个15英寸MacBook Air之前把芯片都准备好 这是生产的台积电子方面 那另外苹果会不会把M3芯片和MacBook Air一起首发呢 这是呃这也是大家不太确定的一个情况 其实M2芯片是在去年2022年的6月份 而且是6月下旬才发布的 蛮他蛮算到今天不说到今天吧 就即使到4月份芯片也就问世了10个月不到 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如此密集的发布新的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符合苹果这个发布的计划 其实我个人啊之前是一直想说 如果15英寸MacBook Air出了之后 我是很想买的 那那个前提条件是他用的是M3芯片 三大米工艺嘛很值得购买的 但是如果他还是依然继续使用M2芯片的话 那现在在M3芯片很有可能马上就要出的档口 把它换成一个M2芯片的15英寸MacBook Air 我自己可能就不打算换了 不知道M2还有M3芯片这个事情对于你购买15英寸MacBook Air 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决定性的影响呢 那回到这个MacBook Air的时间项 Ross羊预计呢是一个新的Air 是在4月初的时候推出 但其实这跟3月份开发布会并不矛盾 因为一般苹果都是在更早的时间需要宣布这个产品 然后可以开始预购 那这就符合苹果通常在3月份做这个春季发布会的惯例了 那讲完MacBook Air 还有一款Mac产品就是这个Mac Pro Mac Pro呢其实我这边有几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消息 那我给大家一一道来 首先呢是根据马哥们的报道 下一款的Mac Pro是配备了苹果即将推出的M2 Ultra 而且这个芯片也将Mac Pro变为史上最快的一款Mac产品 这些都没毛病啊 然后他预计呢新的Mac Pro将使用于2019年时候机型那个相同的设计 但是苹果用户没办法在自己DIY升级那个内存了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也比较合理 因为现在的M系列芯片的Mac都是没办法自己DIY这个内存的 然后呢关于这个电脑Mac Pro的更高端版本的MR Extreme芯片已经被取消了 跟本说呢这个MR Extreme芯片本来可以提供最多48核CPU 最多152核的GPU性能爆炸嘛 这个很明显但是他觉得由于这个生产的成本以及制造的复杂性 真正对这样性能有需求的用户实在太少了 所以这一个配置的就被苹果取消了 如果Mac Pro使用上了M2 Ultra 那也意味着苹果从英特尔芯片到M系列芯片的这个过渡啊 总算是全部完成了 听起来好像都很合理啊 但是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个新闻 这其实是一个关于苹果高管的一个采访 那有人就问了这位高管在这个采访中 就是苹果是否依旧想要把所有的这个Mac机型全都变成苹果的M系列芯片 然后这个高管呢再次肯定了说苹果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 是要把芯片的过渡给完成的 但是他在他的话当中啊并没有提到Mac Pro啊 他说到的是从MacBook Air一直到Mac Studio 所以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写这个报道的人啊 在那个高管的话当中有点过度解读了 其实因为大家想之前发布的Mac Studio 使用的就是M1 Ultra芯片了 然后在今年这个Mac Pro如果用的也是Ultra芯片 然后它的定位呢又比Mac Studio是更高的 那苹果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呢 如果在今年发布继续发布的是升级的M2 Ultra的Mac Studio 对于我个人来说啊 要比发布一个M2 Ultra的Mac Pro更加的怎么说 合理一些吧 更符合一个对产品线的预期吧 除了两个新的机器 还有可能苹果会在春季发布的呢 就是也是老惯例了 就是新的iPhone颜色 苹果计划是在今年春天发布 有这个黄颜色 然后目前的交险也不清楚苹果是否计划为14Pro 这个高端版本增加一个黄的颜色 因为黄颜色跟现在已经有的这个金色 可能有一点点重合和相似了 那我印象里 苹果在iPhone XR的时候 这个黄颜色好像还是获得了挺多好评的 因为很多年纪比较轻的人觉得这个黄颜色很有活力 很符合他们的年纪和对这个产品的需求以及定位 那不知道如果今年出了这个黄色 它会是更接近哪种黄 到时候可能我们得看到真机才能知道 那以上就是关于苹果在今年春季发布会 可能发布的一些新产品的消息分享了 说实话最近没有看到特别明确 关于发布会本身的一些消息 只记得零星是看到有人提到 有可能会在当地时间3月14号 北京时间的3月15号举办这个发布会 那因为现在距离这个可能的时间还有一周多 所以呢苹果也还没有发邀请函 那我们等两天看看如果苹果真的有邀请函出来了 一般是在发布会的前一周嘛 如果真的出来了 那就说明这个发布会的时间是定下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